我由一知道我們有Believe Us這個期間 3月這個期間 我就已經開始構思我們要做些什麼 因為雖然它是一個類似Part2的東西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很不想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所有東西都是更上一層樓的 是想無論是公司的不息公本也好 我自己的不息公本 即是我自己能夠做到的力量的不息公本也好 都要是不息公本地做到最好給所有的Joystick們 欣賞 應該叫不息公本吧演唱會 鄭欣宜不息公本演唱會 但當時想構思Believe Us的時候 一結束上一個演唱會Between Us 就想不行 會立即再開一個kind of Part2的東西 還是什麼時候要浮現這個想法 很快就知道了 我在6月做完Between Us 7月左右飛去加拿大探親 我記得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已經收到這個好消息 說我們2、3年3月16、17、18年有這個旗 然後我一口就答應了 每次跟這位朋友聊天都有一種非常親切的感覺 因為我每次見到她的時間 她都說TWINS Hello TWINS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曾經在電影裡有合作過 而且都是關於TWINS的話題 沒錯 她就是再次踏足紅館 她是Believers 鄭欣宜演唱會2023的Joyce Hello 大家好 My Twin 你好 Hello 咦 閃閃閃閃閃閃 今年6月才有Between Us 鄭欣宜演唱會 時間也半年多了 將會3月16日至18日 有三場日子的演唱會再次在洪館演出 是 怎樣 現在心情如何 心情是非常興奮和期待 因為我們這次比上次多了很多時間去準備 所以我由一知道我們有Believe Us這個期的時候 3月這個期 我就已經開始構思我們要做些什麼 因為雖然它是一個類似Part2的東西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很不想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所有東西都是更上一層樓的 是想無論是公司的不適公本也好 我自己的不適公本 我自己能夠做到的力量的不適公本也好 都要是不適公本地做到最好 給所有的Joystick們欣賞 演唱會應該叫不適公本 鄭欣宜不適公本演唱會 但當時構思Believe Us的時候 一完結了上一個演唱會Believe Us 就想不可以 會立即再開一個 Kind of Part2的東西 還是什麼時候要浮現這個想法呢 很快就知道了 我在6月做完Believe Us 然後7月左右飛去加拿大探親 然後我記得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已經收到這個好消息 說我們2、3年3月16、17、18日有這個期 然後我一口就答應了 會不會就是在結束環節 在上一次Believe Us的時間 四度結束環節 不斷被人叫出來 那些粉絲是多熱情 是不是就是那次的反應 令到Joyce或者你們公司 都會覺得 對呀我們應該盡快再找一個期 讓Joyce再開一次演唱會呢 我想也一定有關的 因為其實我在Believe Us的演唱會裡面 我分享了很多我心心處內心一些 經常很恐懼 或者總之一些的秘密 可能我平時不會這麼公開地 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包括我經常都很怕一個人 或者我會好像那些很典型的女朋友 你是不是真的愛我的 不斷問這些問題 那如果我以後做不到事 那你會不會一樣這麼愛我 我愛 那如果我是一個衣架 你會不會愛我 我愛 真的愛 會掛著你嗎 那我就是在台上 我就是跟大家說過 你們是不是真的愛我的 那這樣 那跟著 整個表演我都不斷跟大家分享 我很害怕大家 只不過是這一刻喜歡我 而不是真的愛我 其實是 我也覺得 為什麼我會這樣 Anyway 不是的 都是希望得到肯定 還有令到粉絲們 安全感 是的 完全投入了 知道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邪教 哈哈哈哈 喂 不過歌迷一定是愛你的 上次開完這次都繼續買票 剛才聽到Joyce說不惜公本 因為我覺得譬如上次看完的歌迷 這次再入場的時候 聽到你不惜公本就會很開心 謝謝 因為怎樣都會有新鮮感 以及怎樣都會有不一樣 沒錯 那最大的難度 會不會是歌單方面呢 又不可以說排得太相似 還是有部份是會保留呢 哦 有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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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的部份 五次啊 是 差不多的 是 那就是全新Rendown 幾乎是 哇 哦 結合一部份 讓大家回憶一下上一個演唱會 這樣吧 是 那我還沒說完我的故事 你繼續 因為我在台上很煩 不斷問人 愛不愛我 然後其實在我上次的show 最後的場 Ann Cogger位置 我升上來的時候 是整個洪館 所有觀眾 不只是女生 包括馬男人 他們都是做很大的 深深的心海給我 是 哇 好棒啊 就是 是很震撼的 還有我覺得這個舉動就是 觀眾我的Joystick 想告訴我 他們愛我 我們愛你 你相信我們 相信我們 所以我也很想在我們這次Believe Us裡面 去回應Believe Us我面對的問題 嗯 還有也好像是一個 跟我的粉絲的一個 一個肯定 就是 我相信你們 I Believe Us 我相信我們 還有也是一個 可能我 就是 看著鏡子 指著自己的那種 Believe Us 相信自己在做一些事情 嗯 但是作為一個藝術 有時候也會有自我懷疑的 是的 很有的 我超有的 是不是 有時候也可能 想一下 我這樣做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最聰明的決定 我超有的 是不是也會有的 我很多這些事情 有時候 情感的事情 可能會大過 Rational的事情 是 是 那你怎麼去調節呢 My Twin 你也會刺性快樂 是的 這是 當然 我覺得的 你會很明白 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是兩個人 即不斷跟自己吵架 嗯 所以我的確很容易會想很多不同的情況 好像每一件事我都會想最壞的情況會出現 但是其實也好 因為懂得這樣去想 就會生出很多不同的方案出來 那就可能多些選擇 但不好的時候可能處理不了 或者控制不了的時候很容易會變成自我毀滅 其實今年我剛剛出了一首新歌 《恐懼殘殘食心靈》 都是有一點點那樣東西 明明不是好差但你會想到好差然後折了自己 即是你們內心兩個人在聊天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負面那一面會贏的 會贏的 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弱者 他也很打擊 他也很打擊的 所以有時候很需要旁邊的朋友的一些 就是肯定而已 跟你說其實這個我覺得應該六四 可能時間間有人會覺得 其實六那邊真是沒有錯的 這個是一個他們都會選擇的一個決定 所以身邊的人其實都很重要的 都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身邊朋友如果譬如你跟他聊天 你是傾向他是你給一個選擇 他是支持你 還是你想聽他不同的意見多一些 我喜歡聽不同的意見 因為我從來都覺得 到最終都要是由我自己去決定的 自己的生命當然是要自己去決定的 但是我喜歡聽多一些意見 是因為我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盲點 所以我會很清晰地去解釋 當然這個人是一個我很信任的人 才會跟他說 我覺得必須要有透明度 而且必須要 你要給他所有的情境 讓他給到他最真實的意見 但是到最後還是自己選擇 所以很煩的 我是那些開會 就是你說一下 他說完之後 但是你這樣說 會這樣這樣 那你叫人家 將來怎樣再說話呢 會有壓力 但是我是歡迎大家討論 我是這樣 挺好的 就是那些互相撞巧 你也希望你說完 別人會 但是大家不撞 就是不撞 總之你預了你說出來的話 恩怡肯定是會有回體 會給你的 好像撞牙一樣 不用怕 那都要想的 那你都要準備 所以說那個不是叫撞牙 撞牙 撞牙 有時候做製作會 有時候真的要撞牙 我有這樣的畫面 其實這個畫面 有時候怎樣去實行呢 可能 其實在這個台裡面實行不了 但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去呈現這個畫面的時間 他可能也會有其他的 新的方式 如果覺得這個也可以做到我 我心裡面的一種感覺 就可以走那條路 還有你想想 如果我們開會的時候 你扔了一條橋出來 我不斷地挑戰你 不斷地挑戰你 我都爭不贏你 你都依然很相信 那那個就是好橋 好橋 是 所以就要堅持了 但是這次 你今年也出了一些新歌 那些新歌 有些可能也未必出現在Betrinas 那裡的時間 所以其實 有些新的創作畫面 亦都可以付出實行 在這個台上 絕對是 還有其實除了我們今年 2022年出的新歌之外 亦都有接下來的新歌 包括新碟 都會在show裡面呈現出來 所以其實 就當一個全新的show看 不要說是part 2 撞了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已經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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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到時進來看就知道 Between us 跟Believe us 又不是好似 但又少少似 又有少少關係 這樣 但因為那個us 是語言代你和歌迷 Exactly 這個是不變的 這個bonding要繼續 好人詞 要更多朋友一起參與 沒錯 剛剛提到恐懼蠶食心靈 這首新歌 不如和我們講一首新歌 好 先講講班底 作曲是由朱敏熙負責 詞方面是Wyman 編曲監製都是何炳 這一首歌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已經起雞皮 我的歌詞實在太強勁了 是否應該Wyman跟你開會 開得多 他知道你有狀況的性格 所以把內心的交戰寫下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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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有一句詞是說 悲觀比較好 張希望壓縮 但因為我自己就很重 因為我本身是悲觀底 但Joyce 你應該不能 是嗎?我是悲觀底的 我表面像很樂觀 但你是真的樂觀底的 她是兩邊的 是哄人笑的 我是有兩邊的 我真的有兩邊的 我日常生活上 我是悲觀底的 如果想一件事的時候 但是我的底 我的真正底 到最後我是樂觀的 地核那層 最內心那層就是開心底 但有時候工作上的東西都是這樣 但樂觀不代表開心 我又覺得 我認同這個 樂觀不代表 哈哈哈哈 這樣嘛 嗯 只不過你很方便 很有希望 是 你知不知道我呢 很喜歡看評論的 是嗎? 尤其是看一下朋友們 對於Joyce的這首 新歌《恐懼蠢食心靈》 有什麼看法的時間呢? 是 我看到一個網民寫了一句說話 我是相當之認同的 嗯 她說什麼呢? Wyman特別偏心欣宜 哈哈哈哈 就是說寫真的 特別覺得呢 那些力量比較多下去 我也有看這個評論 是嗎? 你是看我MV的評論 是嗎? 是在YT裡面看到的 嗯 你自己覺得呢? 看完這個之後 嗯 嗯 你覺得特別受到YY的寵愛嗎? 她點了頭 我覺得我很... 抵石 哈哈哈哈 是值得的人這樣 但是的確是 我覺得每一次我收到YY的禮物 嗯 我都會很有驚喜的 嗯 而今次呢 我收到《恐懼蠢食心靈》呢 這一份次 我都很有驚喜的 嗯 因為... 其實我很困難 嗯?為什麼? 我是... 我是... 經多過喜的 是 因為我是... 我又... 很快地變了 歌裡面說的那個... 那樣東西 就是我的恐懼蠢食了我的心靈 因為我... 專注在整首歌的最後一句 就是《快樂我不配》 哦 然後我就在想 咦? 但是... 從來鄭欣怡出的歌 都是... 無論多悲傷也好 嗯 多面對困難也好 都會找一個出口 給她的樂迷和自己的 但是如果整首歌的最後是... 《快樂我不配》 我怎樣去處理她呢? 然後... 我又會想多深一層 我會想的就是... YY其實... 其實我也很膽膽啊 我有訊息她啊 我說YY啊 我知道呢 你... 你想鄭欣怡 你是覺得我是值得的 那為什麼你覺得我是... 你會寫這句的? 不配呢 就是你在想什麼呢? 你寫的時候 那... 因為那時候呢 那首歌的雜名呢 是... 練習失去 噢 所以跟恐懼... 就是沒有恐懼這件事在裡面 嗯 然後YY就跟我解釋 她說 其實我寫這首歌啊 那什麼要 고민 不是快樂我不配 其實我整首歌到底是在說恐懼啊 就是啦 那麼你怎麼樣讓你的恐懼 去... 去...? 去禍著你啊 嗯 那... 所以其實她是一個... 即是我所得的理解啦 就是她是一個反面教材喔 嗯 而我到最後在錄音室啦 和何炳一起錄這首歌的時候呢 我就要找一個演繹 他如何演繹《快樂我不配》 我當時選擇的就是 想著的其實是向天講 《難道》 《快樂我不配》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很特別 因為他除了 這首歌的故事是這樣寫之外 我也經歷了《恐龜蠢食心靈》 對於他做這首歌 因為我就算收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也很感謝文希 因為他幫我重複返回很多次 去調整一首歌 可能這個段落搬到這裏 這裏可能改短一點 這裏我想加一顆音 我想加多一個高音 這裏我覺得可以低一點 他完全是非常配合我的所有要求 可能他也相信我 我一來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很強的觀念 對於這首歌 看到什麼? 很電影感 我很喜歡他的對比 他的節奏和他的副歌 他的節奏是很靜態的 所以我錄歌的時候 我也跟何炳說 我的節奏 我會選擇用盧巧音的方式 去錄這首歌 他又明白 我又明白 然後做出來 又好像對 我想知道盧巧音的特色是在 很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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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支咪咪 站在那裏 然後他揹著結他 但這部分他還沒有彈結他 然後就這樣 看著前面 但不是看著一個焦點 唱 就是有少少暗暗沉沉 少少我講的一個 不是我平時的 我講的一個道理 不是那樣東西 嗯嗯 而是 他在設定一個故事的前提 這樣 然後去到入副歌 就那些風開始捲起來 就很有畫面感 好電影感 嘩 我很喜歡這個轉移 那當然了 因為入副歌的時候 他突然高了八度 嗯 所以就 這首歌是 很特別的 我是很 透過這首歌 我在今年裡面 我學了很多東西 嗯 所以每一次做一首歌的時間 我們聽一些 making of 很棒 大家到最後 慢慢拚一首歌的時間 就覺得 可能這粒高音就是剛才 Joyce華森家 加一個粒高音 或者前面 盧口音的唱法 原來 在他的vision裡面 是這樣的演繹的 是這樣的 很棒的 聽到就是 他自己 《寵具蠶食心靈》這首歌 除了感染到各位聽眾之外 是他自己聽完 自己去演繹完之後 他自己內裡 都有一些 內內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 我有些東西可以 自己都 都面對到恐懼 那個感覺是覺得 好 好棒 謝謝 言語形容不了 是 成長的感覺 成長 但Joyce今年都很忙 因為你開完show 又做直播 接下來又開show 其實會不會 這麼忙的時間裡面 你面對恐懼的時間 反而都少了 因為你沒有這麼多時間 不會的 反而這麼忙 面對恐懼的時間 但更多 每一段時間這麼快 又有一個關口要過 又有一個關口要過 又有一個考試又好 又有一個測驗又好 但我覺得很特別的就是 你每一次面對恐懼 其實它也是一個 練習 去令你練習你怎樣 去更加相信 因為你面對恐懼的相反 就是你要決定去相信 你才能夠克服你這個恐懼 所以其實是 今年雖然面對多了恐懼 但是強化了我的相信